北京时间10日凌晨 美股周四收跌 导致与标普500指数落得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滑 投资者仍在关注新冠德尔塔变异毒株的蔓延 经济重新开放和美联储政策等因素 欧央行表示 维持紧急抗疫购债计划规模在1.85万亿欧元不变 并放缓第四季度PTP购债速度 紧急抗疫购债计划将至少持续到2022年3月底 在2023年底之前 将继续对紧急抗疫购债计划的到期证券的本金进行再投资 美国生物制药公司AVUMANI记忆人为旗下药物申请 适用新冠治疗遭举